好吗 接下来这东西要好好听 这个是根据我的经验 在数位熏悠处理里面 我们会有类似要做这样的题目 这个题目呢 首先跟大家提示一下 这个题目我们会来给定 fz 已知的 待会马上看这个 已知的这个提醒 它就是等于z加i分之一 然后呢 我们就来练习 把这个z加i分之一 这个函数表层极数展开 表层极数展开 但是呢 这里面有一个 应该说这里面有一个比较 提纲确定 要大家 一定要记得 就是说当我们在负变里面要 以极数来展开 某一个函数 某个给定的函数 那么 会要随着到底考虑的区域 是什么区域 而会有不同的展开式 我再讲一次 就是说同一个函数 同一个函数 它在不同的区域 就会有不同的展开式 所以当然我们就看到这个题目 就是非常好的范例 这个好的范例 我们先来画画看 如果以画个图的话 这个fz y轴 x轴 好吗 然后这个fz 所以等于z加i分之1 首先我们再让它这个singular 提供上去打个x 打个x 打个x 所以这是它的这个singular point 那我们待会看到说呢 要求 就可以在不同的区域 分别either做态度展开 或是做Lawrence Series Expansion either or 那所以现在跟大家所 来推演过 来带大家推演过一遍 我们就以0为原心好 在这个题目里面 我们就别的不考虑 先考虑以0为原心 好吧 以0为原心 那我们就知道说呢 要做 以0为原心做态度展开的话 那成立的范围 成立的范围 我们知道 当然就是从0开始 我讲说 这个范围吧 在这个范围里面 在这个 现在以0为原心 它这个去扩张 让它半径扩张 撞到第一个singularity之前 以原下这些 就是半径小于1 就这个范围里面了 因为这是负i 这个点是负i 所以0为原心 然后这个半径是 为1做一个原 在这个原的内部 所以我们是 Color Expansion 我们来尝试 来寻找它 在什么范围寻找呢 在z小于1的范围 来做tiler展开 好吧 所以当然你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 接下去往下写 接下来往下写 所以我们就 当然也可以说 所以我们知道 fz呢 它应该要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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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of 0 加上 f'0 z 再加上 二阶 分支 f'0 z平方 etc 这是它的极数 展开 但事实上呢 我们这边 要各位去练习 去琢磨的 这一类的提型 就是说 1除以z 什么一个 z的polynomial 没有这种的形形 如果分子是 我就说如果 分子是1 那分母是 某个z的多项式化 你不要傻傻的去 真的去做微分 不要 这个叫做傻傻的 这叫做傻傻的 这叫做傻傻的 不要真的去做微分 先想有没有捷径 先想有没有捷径 所以跟大家介绍 比方说 要做tiler展开 我们会用一个什么捷径呢 instead 不要这样算 不要真的去做微分 以下我们来 note that fz 等于 z 加i分之1 然后我们又希望是 这个东西呢 希望在z的半径 小于1的范围里面 来做展开 所以这里面其实 归根究底 是你要把它想成 是一个导过来 这个是某个等比 极数的答案 我讲一遍 你要把它打过来 想说这个是某个等比 极数的最后答案 然后反过来猜是哪 谁是哪一个等比极数 最后答案 是会等于他 有没有一点感觉 因为等比极数到最后 那个公式有没有 无穷等比极数 总和 会说呢 他这个只要是公比小于1 他就会收敛 对不对 那公式有没有长得很像这个东西 如果还没有 看出来的话 就非常非常简单 就先把i分之1提出来 那里面的东西就变成1加上i分之1 有没有 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我们知道 这是不需要任何 或者说很基本的 就是说 这个东西 就看起来就像某一个 应该说 这个是一个等比极数 这是一个等比极数 所以i分之1造超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说 这个东西会等于 以2-E减掉i分之Z 加上i分之Z的平方 减掉i分之Z的三次方 再加减加减 和 只要这个公比的绝对值 z-i的小于1 in other words 这其实就是z小于1 这样不就把答案凑出来啊 我在那边遁一下 any question 诶 就是这样凑啊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 其實就是頂多只是說 再把它寫出來會等於i分之1 所以第一項就是負i 然後第二項呢 減掉看起來是負1分之1 第三項呢加上i的三次方分之1 就是負 反正you know 這樣子 etc 這就已經是答案了 基本上這就每一項的係數都求出來 根本不要去做微分 不需要去做好像為了要求這係數 這個係數這個係數 這些係數你不需要去做微分 這其實是不需要去做微分的 好不好 所以這個就是說 這是一個技巧我希望大家真的是 稍微琢磨一下 會快很多啦 當然如果你要去做微分也可以 也會對為什麼一定會對 因為我們已經保證說只要計算沒有錯的情況之下呢 它的展開是唯一 就是is uniquely determined that's why我們可以用猜的 可以用技巧 可以用觀察說 這個不就看起來像等比級數 就把答案湊出來 只要湊出來 你湊得出來reasonable 正好收斂範圍也是 這純粹是一個等比級數的一個觀念 只要這個公比的絕對值 讓我們現在公比的負數 所以我說這個公比 公比絕對值小於1的話 那這個等號會成立啊 這個等號是會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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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號成立 好嗎 這樣了解嗎 有沒有疑問 這裡 這裡沒有優惠我就再往下講 這個Lawrence Theory Expansion也是類似 所以我們來看看說呢 現在如果請問求說 我們來嘗試Lawrence Theory Expansion 在什麼呢 z大於1的範圍 好嗎 言下之意就是說 在這個外面 在這個外面 在這個區域的外面 做Lawrence Theory Expansion 在它以外 那我們知道說 檢查一下有沒有符合 剛剛那個所有的這個定理的規定 這個函數本身 fz有沒有在這個環狀區域 當然我們這邊就是說 第二個同心人的這個 半徑是趨勁無窮大 無所謂 有沒有在這個範圍裡面都是 所以第一個 當我們被要求說 要做Lawrence Theory Expansion at某個範圍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就是先問 先去檢查說 在這個範圍裡面 fz is it is analytic is it analytic at 要給定這個範圍 這是一個環狀 這基本上是一個環狀區域 那事實上也是有 因為fz 唯一它不analytic 只有一個點 只有在一個點上面 不analytic 所以在這個環狀區域 確實是 它是 analytic 所以我們就是說 這個fz 按照剛剛那個定理 it permits a unique Lawrence Theory Expansion 所以可以Lawrence Theory展開 是可以的 那所以 是可以的話呢 again 我們要去做這個計算呢 也不要傻傻的 不要傻傻的 去apply 科系計分公司 instead 我們要問的是 觀察 nose that 所以你看呢 這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fz呢 問在圓裡面的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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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我們會希望把它看出某一個 它會寫成某一個等比級數 並且那個等比級數 它導過完的時候公比 在這個範圍裡面 在這個給定的範圍裡面 那個公比是要 絕對只要小於1 所以怎麼湊答案呢 怎麼湊答案 我這邊就賣個關子 待會兒這個你們也可以思考看看 10分鐘後我們來看一下 對一下我們的 你湊出來的答案 跟我代表要介紹的是不是一樣 好 我們就進這邊休息10分鐘 好 我們就回到現場 我剛剛下課時候 在這個聊天區 去徵求有沒有高手 有沒有誰可以 建議我一下 E除以Z加I 所以我們再回顧一下 同樣是這個 FZ這個函數 剛剛已經給定 FZ就是E除以Z加I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BZ同學寫的 對不對 那所以回顧一下 我們希望在Z 在半徑為1的範圍以外 來做Lawrence series的一種expression 那第一個問題 首先還是要誠實面對說 FZ它到底在這個範圍 是不是真的是analytic 那我們剛剛稍微簡單檢查 如果說答案是yes 好嗎 在這範圍外面當然它是analytic 所以我們看看BZ同學 BZ同學 他說呢 嘗試把E除以Z來先做這樣子 E除以Z先提出來 我看一下 E除以Z 然後會什麼 這邊會是 E除以 E加上I除以Z 好 這個大概就是證據了 第一步是這樣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下面這個步驟 我們一樣是看到 向等比級數的東西 就嘗試來去說服自己說 它真的可以反等比級數求和 反等比級數求和 把它寫成是 E除以Z造超 那這個地方呢 就會變成是 E減掉Z分之I 加上Z分之I的平方 減掉Z分之I的三次方 加減交錯 and so on and so forth 好 這個等號能夠成立的條件 If 這個 I除以Z就是它的公比 是要小於1 In other words 就是 If Z 是大於 I 也就是大於1 欸確實就剛好是 我們要找的那個範圍 剛好就是我們要找的那個範圍 所以這樣大家有沒有了解嗎 所以在整個思考過程中就湊答案 然後用到關鍵計數是 反等比結束求和 這樣寫出來後 這個本身大家發現說呢 這個東西就已經是一個 Lawrence Series Expansion Right 它會是有這個 Sure 它不是Power Series 但是它呢這個會有 Z的-1次方 會有Z的-2次方 會有Z的-3次方 會有Z的-3次方 -4次方的term 好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重要的提醒 我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Example 2 Example 2 我想我們就不做仔細的計算 這個是課程上的一個Example 好嗎 所以它就是假設說呢 Fz Fz呢就是E除以SineZ 大家已經知道說那SineZ呢 是Sine函數在 複數平均上的一種擴充 那它的這個東西 當然它既然上Z出現在分母 既然它是會在分母的話 它就會在0 正負π 正負2π 正負3π 也就是這些地方呢 這些地方它都會是它的Singularities 因為分母等於0 那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所以原則上我們可以問這個問題 Can you 因為它這樣的話它有一些不然的地方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 就求 Fz 在 Z 等於π 周圍 可能就是 在Z等於π 一個小的同心圓 一個大的同心圓 也許我們就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原則上是可以求在這個區域 現在我畫曲線的這個區域 求這個周圍 的 Lawrence Series Expansion 原則上是可以的 因為它滿足剛剛那個定理的 所成立的先決條件 也說 在這兩個同心圓的環狀區域上面 這個環狀區域上面 在到處 只要 Fz 原先給定的Fz 在這個環狀區域解析的話 我們原則上就可以求 但是這個題目比較難求 我就不去 有興趣的話各位可以看課本 這個就是 If you're interested 去看看說 怎麼解 看看如何解 所以 原則上可以把Fz 可以把它描寫成 Summation Cn 然後是 z-π 等 n次方 n 可以重複一同大到五同大 在這個範圍裡面 這題目 I promise 我不考 這題目我覺得是 實用上我從來沒有看過任何的應用 不像剛剛那個Z加i分Z那種題目 在訊號幅裡面 超多的 所以 實際上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題目 需要去用到 所以 但是也蠻有趣 它的這個求解過程蠻有趣 各位可以參考課本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原則上可以這樣做 好 那 所以 Any questions here 可以嗎 謝謝BZ同學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 就快要進入到最後一本 學期最後的一個章節 是在24.5 但是在24.5之前呢 課本上有一個 安插一個 比較細節的東西 叫做 classification of singularities 這邊是說呢 singularity呢 可能可以做一些的分類 分類 言下之意就是把它 我們會 基於這個 lowered theory expansion 我們會 給 任何一個singularity 我們可以 可以去 去探究說它是 第幾階的 singularity 那這個singularity呢 那這個singularity呢 基於 Norance expansion 這種概念上面呢 會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南極北極的極 這個叫做po 中文是翻譯成極 或是極點 應該說就是極點 好吧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suppose 這是一個definition 他們稍微做一點的定義 待會 residute theorem 才會用得到 這個會用得到 所以大家燒完霧灶 看一下這個定義 所以這個定義是 如果 如果 是否 suppose that suppose that suppose that fz 它的這個Lawrence theory expansion 在某個點附近 是可以寫成 某個點 summation 我們說 n是從某一個 負 n大寫n 到無窮道 到無窮道 然後是 c的 n係數 z在某個 a附近 小寫n 假設這樣 好不好 所以 suppose that 這個成立 suppose that 這個成立 言下之意呢 就是說呢 ok 這個如果這個所有的 像是從最負的 往正的方向走 然後 假設這個fz 假設fz 正好他去做 Lawrence theory expansion 時候呢 In other words 他這個有個起點 這個cn有個起點 是在從 第-n 向的地方 開始 好吧 這樣各位了解的意思嗎 所以言下之意 言下之意 c of -n 再-1 c of -n 再-2 這個更負的地方 c of 再往下 所有這些係數呢 全部都等於0 言下之意 這個 所有在比他更負的那些像次呢 全部他的係數都等於0 所以這個展開 假設說呢 他在這裡有個起點 Lawrence theory expansion 有個起點 在第-n 向開始 在第-n 向開始 在第-n 向開始 那我們就把 這樣子的函數呢 稱呼 then we say f of z 我們就說呢 他在那個a那點 有個nj的極點 有個nth order then we say f of z has in nth order pull at a at a at a 好 那麼 也similarly 假設說 f of z呢 他所有的 負的那些係數 全部都等於0 並且呢 事實上他的起點 根本就已經是 z-a的某個k次方 好吧 這種情況的話 當然這個 a不是singularity a不是singularity 帶進去等於0 不是singularity 並不是0分之1 那所以 這種情況下 我們也有個定義 這個定義 就叫做0.0 所以我們就是 如果suppose that 一樣 suppose that f z在某個 a附近呢 他可以做這樣子的 態度展開 那then we say 這個f z has a case order case order 0 at a 那是z等於a 這個地方 所以延下之外 有一個case order 0意思就是說呢 他這邊 微分k-1次都還等於0 first order 0的話 意思是說 微分 就是它函數值等於0 那second order 0意思是說 微分一次都還等於0 不但函數 微分一次還等於0 所以 know that 這個是 微分 微分任意這個 m 小於k次 微分m次 只要m小於k的 都還等於0 這是它的性質 好 那至於這個 而等於0 不等於1 那至於這個幾點 所以說我們現在有po 有zero 有po 這個terminology 其實在很多的領域都用到 在even在 我相信其實我沒有同學有學電子學 電子學 電子學裡面也有啊 電子學裡面 其實電子學也用到負面了 這樣講起來啊 講到這邊 電子學裡面在設計一個 一個長話短 設計一個電路 類比電路的話 也是講這個 頻率響應在它的 如果它的System Function 寫成一個什麼 Lock-Loss Transform 在Lock-Loss Transform S Domain裡面 哪些地方有幾點的話 就會影響到這個電路的 它的輸入數字間的頻率響應 所以這個 臨時想到 跟各位稍微link一下 連結 往後連結呢 這個在電子學 會 也是 只是為我們是z 所以會把它寫成叫做a 叫做s 這個會 也會有所謂的幾點 這種的說法 這種說法 好 但是大家可能會比較好奇 零點的意思當然是 函數值得於零點 叫零點 那可能會好奇說 為什麼函數 這個幾點會取名叫做Pow 幾點為什麼要取名叫做Pow 好嗎 這個它有一定的原因 它實際上有一定的原因 你會想像說Pow 就像是所謂的Pow 在英文裡面 大家知道撐甘跳的英文叫什麼嗎 撐甘跳的英文 那個甘子 就叫做Pow 所以這個 撐甘跳的英文叫做 用甘子來跳 Pow Voting Voting 今天真是講題外話比較多 跳馬 甘子 所以在英文裡面 甘子 用甘子來跳馬就叫 撐甘叫Pow Voting 所以Pow的意思就是一個 就像旗桿 旗桿這種叫做一個Pow 所以幾點你可以想像說 在那個點上面函數就是 爆到無窮大 爆到負無窮大 它是Not Defined 所以這個Roughly Speaking so that's why 我們會把這個Singularity把它命名叫做幾點 只是說現在如果它的 回到正題 如果它的Lauren Theory Expansion 有個開頭的第一項 第一項是第4N次的話 我們就說這個 這個函數呢 在這個A的地方 就有個N次項的 N階的幾點 Nth Order的Pow 所以只是一些的 With that 我們就可以終於可以進入到 下一個章節 叫做 Residual Theorem 叫做Residual Theorem 好 所以 這個呢 Residual Theorem 我喝個水 我喝個水 這個Residual Theorem 後續我們會在這個章節聽比較久 因為它有相當多的例題 我們要挑著看 相當多的例題要挑著看 然後計算的一些技巧都有 所以這個Perfectly 所以這張大家要留意 這個章節大家一定會考 好 所以 Residual Theorem呢 它是告訴我們 OK 我們是假設 有一個封閉曲線 有一個 Assume that 我就慢慢講 假設在這個 現在畫的這張圖裡面 假設我們這個有 Z1 舉例 有Z1Z2兩個singularity Singular Point Singular Point Singular Point 然後假設呢 C 我們這個C是 繞著這個封閉曲線 繞著Z1Z2的 某一個逆時中的封閉曲線 Assume that 然後 並且我們就假設說呢 在C的內部 在C的內部 到處都是 F是analytic Except 就是在Z1Z2這兩個singularity 只有兩個singularity 沒有其他 在C的內部 有兩個singularity 假設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有一個這樣的情況的話呢 我們就來考慮 當然各位可以猜得到 我們就是要來做什麼事情呢 要來求 接下來想要做的事情 又是繞著一圈求積分 繞著一圈求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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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前其實有稍微有看過 先前其實如果大家記得 我們有出過一個這樣的 recall recall我們先前 有做過一個這種題目 有做一個例子證明說 有某一個 函數在0跟2跟4 各有一個singularity 然後我們就記得 我記得我們是繞著 這樣子做一個 長方形的這個 逆時中的這個積分 我們先前做過這樣的題目 先前做過這樣的題目 那所以做這樣的題目 我們就知道說那個時候 如果大家記得 所建議的積分路徑 我們是要可以用到 科西積分 這個path independence的性質 我們讓它繞著這個 這樣繞一圈 然後再繞 然後再回來 我們事實上是做了一個 這樣的事情 我們那時候建議說 大家可以做這種事情 那最後呢 這兩條直線的部分 讓它無窮靠近的時候 事實上就等同於 我們是在Z2旁邊繞一圈 在Z1旁邊繞一圈 所以最後我們得到的結論是 根本這個積分就是等於 Z2繞一圈 Z1繞一圈 這兩個積分的總和 好 所以Restive theorem 其實簡單講就是說 OK 那麼我們就 就做如此的事情 你總是可以把它 收這兩個圈圈可以取得蠻小的 可以取得蠻小的 我們這樣畫實毫無疑問 好 所以可以這樣做的話呢 現在所謂的 Restive theorem是告訴我們說 你想像 這兩個橘色的圈圈 這兩個圈圈 Z2的圈圈 這Z1圈圈 繞一圈的積分 當然就會只跟 Z1Z2那邊 收穿就只跟在Z1Z2 這兩個Singularity的 那個-1次方向的係數有關 只跟那個-1次方向的係數有關 這事實上 也就是我們剛剛 在做的這件事情 剛剛費勁帶大家 檢查這個東西 就是說呢 當我們繞著某個Singularity附近 繞著某個Singularity附近去 對 對 這個東西 其實剛剛已經用到一個 這個結論 就是說 當我們繞著某個地方附近去做 在A的附近去做 一個 極數 的繞圈積分的時候 最後 Eventually 跟那個Z-A 是等於-1次方 那個Term的係數有關 跟其他全部都無關 跟其他全部都無關 我們已經用到這個性質 那這也是先前就 甚至你不需要任何其他知識 這個是在 只要定義負面積分的時候 就已經 可以求得出來的東西 直接用變數變換 就可以得到結論 這個甚至不需要 任何的科系積分的概念在 所以 所以 到頭來我們就會 做這樣的建議 還是回到這個題目 還是回到這個題目 我們說呢 FZ 當這個 兩個橘色的圈圈 夠小的時候 當它這兩個都 覺得夠小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就分別各個擊破 我們就來做 個別處理 我說叫做個別處理 本來是繞著大外圈 做一個 一個很 可能是頗大的路徑 大家我們會看到 非常多路律 很大的路徑去做 但是 It matters Only the only thing matters 是說這個大的圈圈裡面 到底圍了多少 一個兩個 三個 四五六個 沒有關係 有多少個singality 圍在裡面 被包在裡面 如果被包在裡面的話呢 整個積分的總和 就會等於 各自繞小圈圈積分的總和 而各自繞小圈圈的積分的值呢 最後 只跟 在它附近 在這個Z1附近 在Z2附近 在Z2附近 我把Z2部分也寫上來 Z2部分也寫上來 Z1也寫上來 N等於附近 假設在Z2的附近呢 是可以做 如此的 我這邊講說 在Z1附近 Z1很附近 在Z1很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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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h that 這個Lawrence series expansion 可以成立 讓大家了解 同心圓那些的 很附近 我就 比較模糊講很附近 在Z2附近 也是一樣 假設在Z2附近呢 這個可以做這樣子 不是假設 因為我們一定可以做這樣子 應該說我們一定可以 只要是夠附近的話 我們一定可以 在Z1附近 Z2附近 分別嘗試來做 Lawrence series expansion 好吧 所以寫到這邊的話 大家請注意到說 分別做Lawrence series expansion 所以 首先呢 原心就已經不一樣了 那所以 它當然這系數也都不會一樣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個 系數這邊 大家稍微仔細看一下 系數這裡就有一個 上標 有一個上標 瓜弧1就是上標 表示是在Z1附近 或是在這個Z2附近 來做Lawrence series expansion 原則上可以做 原則上可以做 那如果 總之 大概我們就會看例子 那怎麼做 求這個的技巧 還有一點點 有趣 那我們先賣個關子 到底 看一些例子 說 重點是 那個-1次方系數 才是真的battle 因為 繞著一圈做積分的時候 最後呢 在那附近 只跟-1次方內向的 系數有關 所以呢 總之這個 繞一大圈 來做積分呢 它的結果就會等於 2πi 去乘上 這個 1這個 singularity附近 的-1的 係數 加上 2這個singularity附近 那個-1的 係數 這樣子 就 這就是我們 residue theorem的 整個的精神 好嗎 Any questions here? 這樣子講 大致了解嗎? 所以這個給個note 我這邊想要跟大家 傳達的意思就是說呢 雖然我們剛剛fz 雖然我們剛剛fz 是寫成的summation 寫著N當然是負雲大 負雲大 It turns out that 言下之意 It turns out that All 所有其他係數 do not matter All other coefficients 都不重要 As Far as 這個 這個Integral is Concern 所以我們就是要求繞著一圈做積分 兩個步驟 第一個會去找哪邊有Singularity 第二個步驟 各自的那個負义次方係數 想辦法算出來 加起來成分發揚就是答案 好吧 待會我們來進地題 所以在進地題之前呢 我們來做個定義 事實上這個負义次方係數有這麼重要 重要到一個地步 它值得給它一個名字 它值得有一個名字 它的名字就叫做residue 好吧 所以我們就說呢 C在1這個極點附近的那個負义次方係數 這個係數 以及2這個極點附近的負义次方係數 這兩者呢 我們就把它分成叫做 它f of z 原來給定了f of z 在z1 例如說這兩個Singularity的旁邊 它的那個位置上面的各自的residue 好 這兩個係數 它這個係數就給它一個 我們要止射這個係數 就是說你從從從 這叫做residue 叫做這個函數呢 在某個Singularity附近呢 由於larity展開 取它負义次方那個係數呢 把它叫做在那附近的residue 中文字翻譯成 我看到一些書上翻譯成叫做流數 好 所以剛剛這個 所描述的這個 積分起來會整個2πi乘以流數的總 而這個就叫做所謂的流數定理 這邊接下來只是再重述一遍 所謂的流數定理呢 residue theorem let c 這邊 這是打出來 let c 比一個基本上是ok的 piecewise smooth simple closed curve oriented counterclockwise 逆時鐘 因為如果是順時鐘 所有東西插個負 變成-2πi 所以我們當然會講 是逆時鐘 逆時鐘 逆時鐘的路徑 assume that f of z 在這個路徑裡面 inside c 它是analytic except except at finitely many isolated point 可能是1萬到dk 這是它的singularity 總共有k個 可能總共有k個 這麼多的singularities 好吧 within c 在c的內部 f繞了 c包起來了這麼多個singular points 好吧 那所以then 馬上下一個結論 所以那個繞一圈的積分呢 就等於2πi 去乘以全部的這些residute的總和 那成立的原因也非常簡單 因為你想看 如果general有一個c 逆時鐘裡面有 比方說現在有好多個 好多個singularity 那麼要做的事情 不過就是 幾乎到第一個singularity走一圈 然後跳過來這邊 然後再繞著走 再過來這邊 再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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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這個就已經是最後一個 總共有四個 那engeneral也是這樣 再繞回來 繞回來 然後把直線的部分讓它完全逼緊 到最後就可以證明說 這圈圈只要畫得過小 確實這個residute theorem會成立 會等於2πi 乘上所有這個-1次方係數的總和 我們把它叫做residute theorem 好嗎 這邊還可以嗎 有沒有不清楚的地方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先看幾個例子 我們來看可能這邊就是 今天我們就看兩個例子 我們應該有時間看兩個例子 這第一個例子會是 現在看到這個example1 然後第二個例子 我這邊沒有寫第二個例子 看完以後我們來講一個重要計算技巧 這個是其實今天有個重點 是在這個計算技巧上面 然後我們來看一個 會用到那個技巧的範例 第一個題目倒是還沒有用到這個技巧 所以我們就去慢慢看 第一個題目呢 是說呢 假設c是 好我們來看 c假設是一個z等於1在上面 again我們總是逆時鐘來跑 逆時鐘來跑 然後呢 這個count to上面 我們要求 這個函數的積分 這個函數的積分 那所以這個函數的積分的話 我們就要問的事情是說呢 嗯 它在哪裡有singularity啊 它是不是在哪裡會有singularity 在哪裡會有singularity 就是說 看起來哈 看起來是 所以我們要問 既然這是一個流速定理的題目 所以我們要問說 在c的within c where do we havesingularity 所以意思就是說 看起來哈 這個被基盤說fz 首先我們fz 如果它就是z的四四方 sin e垂 z 大家可以去探討看看 看這邊在哪些地方有singularity 看起來呢 我們知道顯然在z等於0的地方 z等於0的地方 z等於0的地方是一個singularity 因為0代替區1除以0 就是singularity 好嗎 所以這個solution呢 就變成說呢 我們要想辦法把它在0這個附近 不過一turns out 你們可以當exercise turns out 在c裡面 only at z等於0 turns out turns out 在這個單位園裡面 在這個園裡面 只有一個singularity 在0的附近 所以我們在0附近 就想辦法 要來做lauren series expansion 好吧 想辦法做在0附近 來做lauren series expansion 所以我們就 note that 來看一下 z的四次方 sin的z分之1 好 這個東西可以怎麼寫 使得它會是一個lauren series的形式呢 好 所以這個的話 呃 any suggestion 大家覺得什麼 我頓一下 這要怎麼寫成一個lauren series lauren series expansion 怎麼寫呢 所以 大家有沒有發現說 要傻傻的又套積分 說lauren series 係數都是要積分 那我們就是要算積分 怎麼又回去 就是 就是 講不完 所以 這個的地方的話 就是 跟我們要有一個精神 說只要我們猜到答案 那那個serum告訴我們 那就是唯一的唯一存在 這要插 這唯一的表示是 所以我們現在就觀察 觀察 觀察 sine的任何東西 sine任何東西 sine任何東西 因為sine是在痊癒解析的一個函數 sine是在痊癒解析的一個函數 sine是在痊癒解析的一個函數 對 taylor expression 有位同學有告訴我 用taylor expansion expans谁 expans sign 所以這個講對 z的四次方造超 因為sine本身 knows that sine of zeta is analytic that any zeta 在全副平面上解析 所以sine的任何東西 一定可以寫成一個 taylor xe expansion which is equal to sine的那個東西呢 就是它的expansion 就是裡面這個東西 第一項 然後減掉三階分之一 然後z的裡面東西的三次方 再加上五階分之一 裡面東西的五次方 然後再加減加減 這樣就要了解吧 sine的這種 sine跟cosine的 其實它的taylor expansion 大家可能都要背起來 就是這個還蠻 蠻基本的 我會覺得蠻基本的 這個可能就是 當我在念大學的時候 會覺得蠻基本的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樣子我們就得到了一個 得到了 這部分是 z分之一的taylor expansion 那言下之下 它就會是 z的落朗極數 是z的一個 laurence series 所以它前面也有一個 z四次方 所以稍微寫一下 看起來就會是 z三次方 第一項是z三次方 然後減掉 三階分之一 z 再加上 五階分之一 然後是z的 負一次方 可能要減掉 七階分之一 然後是z的負三次方 and so on and so forth 那其residue就是 這一項就是它的residue 這一項就是residue 所以我們怎麼寫呢 我們就是要得到說 所以 這有個notation 這邊跟大家介紹 所以我們解說說 the residue of 這個叫做把它叫做 f of z of f at z等於0 好吧 the residue of f of z 這個 function at z等於0 這個位置 就會等於 1除以5 結重 等於120分之一 好 so therefore 這個積分 我們就知道 積分 c fz 在這裡面 只有一個singularity 所以它積分的答案就是2pi 然後呢 乘以 residue 就是5結分之1 也就是60分的pi 這個題目就這樣解 好吧 所以就是 任何方法能夠錯得出答案 就用得上 所以這個題目提醒是這樣 不過這個題目就不太general 首先我們就 再給跟 before we move on to next question 這個題目有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如果我們問 好 那所以z等於0 是一個singularity 那它是幾階的po 有沒有誰可以告訴我 這裡面它是幾階 是how many what's the order of this pole at z等於0 這個地方 what is the order 它是幾階的po 它是幾階的po 它變成說它其實沒有一個起點 有沒有 它並沒有一個最負的內向 這個函數本身 它並沒有最負的內向 並沒有一個finite n 使得它從那個-n 開始往正的方向走 所以這個expansion sure它是一個laurent series 但是它呢 這個我們可以換句話說 這是一個infinitely many ordered pole 是一個無重階的一個po 你再怎麼樣乘以z 它也不會變成一個 analytic function 所以這個是一個 比較 這個not a finite ordered pole 它是個po 但是這個po的這個order是無窮到 所以這個題目算是一個特例 這個題目這個特例 again我在我的人生裡面 還不太有看過 需要用到sine e除以z這種函數 所以這個的話請大家可以參考 這個還蠻簡單 也許我們會考也許不會 也許不會 但是這個就是 你要會考會考不會考的題目 所以 不是特別重要 但是我覺得還蠻有趣 這題目還蠻有趣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 比較重要的是這個東西 比較重要的是 看這個計算的技巧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介紹說呢 如果fz它在a這邊確實有個nth order的 if fz等於a is an nth order of fz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怎麼樣求c-1 怎麼樣求residute 那這個公式請大家要明白它的意思 它為什麼是這樣 我就先把它寫出來 這個c-1這個residute呢 這就是這個函數在那邊的residute 這個residute它會等於 我們要先想辦法 把這個term 想辦法把這個最前面這個term 不對 不是這樣 是這樣 是這樣 是這樣沒錯 我們先想辦法讓fz變成可為分 所以這個方法很簡單 我們就是要先想辦法 先z-a 寫到右邊 先讓z-a的n四方 去乘以fz 好嗎 乘過來以後你就發覺說 這個fz就變成可以為分了 就變成可以為分 然後呢 我們再給它 n-1次的微分回來 d-z n-1次的微分回來 那這個時候所冒出來的東西 然後 讓limit z 趨近於a 看起來很複雜 其實超簡單 等一下稍微check 看起來很複雜 其實非常簡單 其實真的是非常簡單 很好記 然後最後呢 再除以1 n-1接 這就是我們求residue的一個 我說是演算法 應該說就是這樣求 一定可以求出來 那麼 in particular 我們來看一個特例 先看一個特例 先看一個特例 如果fz fz 是它是一個 first order pole 它是從-1開始 從-1開始 從-1開始 那麼 in particular 我們要求的事情很簡單 我們就把 第一個步驟呢 令 Fz fz 治療 fz 可以請示 fz Z 趨近於 A 的時候 那 Limit Z 趨近 A 的時候 後面的每一項就通通都不見了 那剩下的不就是 就是等於 C 負一嗎 是這個意思 這樣各位會了解嗎 這樣可以了解嗎 這很重要 這個一定要會 因為等一下我們就要用到 等一下馬上就去看範例 在今天校課之前看一個範例 所以這個 General 公式 所以各位也是稍微複雜一點點而已 你們去看看說 這個是不是一定要這樣成立 只要把那個 Nth Order Pro 想辦法把它蹦到那個常數次 然後再微分 微分 微分 回來 微分 N-140 C 負一那項變成首項 基本上就是這個意思而已 因為每個微分一次就有一個 乘以 N 乘以 1 乘以 2 乘以 3 乘以 4 所以就有 N-1 接要把它除回來 這個地方要把它除回來 大概這個公式就是這樣來記印 所以這個的話呢 我們就立刻就進一個例子 立刻來看一個例子 就結束今天的上課 這個講完之後 我們今天上課就結束 好 這個範例是在課本裡面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FZ 給定是這樣的情況 給定是這樣的情況 那然後呢 我們令這個 C 是 繞著這兩個 Singularity 去逆時中繞一圈 繞他們兩個繞一圈 事實上我們先前看過類似的例子 所以以前呢 上一次啊 先前啊 先前我們看這個例子的時候 是我們的建議是說呢 要先把 FZ 做反有理化 所以我們先前會可能會建議 先前方法 會建議 FZ 要讓它反有理化 它寫成 Z-A 的三次方分之 A 加上 Z-A 的平方分之 B 加上 Z-A 分之 C 再加上 Z 加四分之 D 那事實上各位可以發現說 這個的精髓也基本上就是說 各個急迫啊 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兩個 Singularity 附近分別的 可以分別的做 Lawrence Series Expansion 但是Not exactly Not really Not exactly 但是我先講到這邊是說 是那個精神是相同的 只是現在呢 我們因為待會就是這個例子 要秀給我們看的就是說 因為有這個快捷的公式 這個東西真是快 這個東西真是快 這個公式就造成我們可以 不用去求 ABCD 可以更快一點 好吧 這可以更快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的話就知道說 總之Apply 學了這個 Residue Theorem以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是更快 是可以多快 可以省步驟 不用求 ABCD 只要求那兩個 Residue 所以這個的話 我們就知道它應該要等於 兩個Residue Residue of F Z 等於 負1 等於正1 sorry 跟加上 Residue of F Z 等於負4 這兩個相交 我們就各個來擊破 好嗎 各個來擊破 所以我們先看比較簡單的那個 大家發現說呢 這個原來這個函數 原來這個函數它 這我就不詳細講 你們可以去 argue 我們可以argue 這個函數在1附近它是幾階 首先我們要知道它是幾階的Po 幾階的Po 那大家可不可以猜一下 這會是幾階的Po 所以我們知道是三階的Po 三階的Po呢 所以在這個附近 在Z 等於 1的附近 F的Residue呢 它就必須要把 什麼東西 剛剛那個公式回想一下 要先把 Z-1的三次方去乘以Fz Right 乘以Fz以後 然後想辦法給它微分兩次 想辦法給它微分兩次 微分兩次的話就會有二階層需要除回來 這樣的意思 好嗎 好 然後 這個除回來的話 忘了寫Limit 讓Z 趨近於 除外的結果 再讓Z去趨近於誰 趨近於1 這就有辦法一個這樣的一個 我不辦法這樣 叫公式 我認為這其實是一個演算法 這就是一個演算法 好 所以接下來就是套進去試試看 不是Z加1 是Z-1 我寫錯 Z-1 所以就套套看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看一下 Z-1的三次方乘上Fz 是等於 這邊這個部分其實是等於Z加四分之一 所以Z加四分之一 我們要給它微分兩次 所以Limit 照超 Z 趨近於1 然後二階層分之一等下會出現 那Z加四的微分兩次呢 應該會等於Z 這個微分兩次 1除以Z加四 看起來應該就是等於Z加四的-2乘以Z加四的-3次方 對 等於這個 那所以這邊的話呢 微分兩次的結果就是 這是2啊 這是Z Z加四的-3次方分之-2 然 就是這個樣子 好吧 所以大家了解這個計算嗎 所以這個計算其實就是要小心一點而已 所以再算出來的話 所以這個 residue Z 在1附近的residue 那個-1次方向的係數呢 就會等於 看起來就是 2階分之1 乘上 1 Z 趨近於1套進去 毫無懸念 1加四 的3次方分之-2 看起來就是 整理一下 所以 所以應該有-2 也有-1 所以我剛剛跟這個 -1 -2 -2 -3 所以這邊是正2 所以這邊的話 看起來答案是125分之1 這樣子 然後 第二個部分其實就比較簡單了 再算一次 在Z等於-4的那個地方 那在Z等於-4這個地方呢 它是一個 看起來是一階的 是一個First Order的Pole 所以這個更簡單 我們就有答案就是 先把那個 先把那個 一樣套用這個演算法 Z加4 要去乘以F of Z 使得其實-1次方 也就不用為分了 直接Limited 就不用為分了 Z Z 趨近於 -4 所以這個的話就會等於 Z趨近於-4 Z加4乘上Fz Z加4乘上Fz Z加4乘上Fz是誰呢 這個部分是等於 Z-1 的3次方分之1 的3次方分之1 所以這個就變成是 Limited Z趨近於-4 Z-1 的3次方分之1 等於 等於-4-1 1 的3次方分之1 等於 1百二十五分之-1 好嗎 那所以最後的答案 所以 i呢 就等於2πi 所以 在這個Case裡面很碰巧 我覺得這應該只是碰巧 1百二十五分之1 加上1百二十五分之-1 剛好等於0 所以有點 有點 disappointing 算半天 答案等於0 好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嗯 接下來 呃 太厲害了 Peter 好 那 呃 謝謝Peter Any question 我接下來可能 要留個幾分鐘 如果覺得 Any question 好 其實我應該反過來講 我一邊講裡面有 那個 那個 疑問就 就打出來 好 我講話還可以 好 其實 這個 這個 我現在想起來 這個 反有理是 呃 當然我們在這個題目 只是要算繞一圈積分 這樣並不重要 所以其實 因為我已經講過 在任何其他次 只有負一次方 那個次 那個係數是重要 其他都不重要 但在訊號處理的時候呢 那訊號處理這個領域裡面 我們會有機會說 這ABCD都要求出來 這倒是 那我們在研究一個系統 他的一些的行為的時候 一個所謂的線性的 這個Linear Time Variant System 他的一些行為的時候 有時候會用到這個立體 那所以是類似的精神 呈上了什麼以後再微分回來 然後讓 讓 剛好可以抽得到答案 所以這個 這個 各位有興趣的話 這後續 其實是 那這類的東西 現在用電腦都可以直接 都有套件可以用 所以大家就覺得 自從那個 自從 越來越多套件可以用 我們要讓 Python Python 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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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 NonePy 自從有些套件以後 大家數學越來越弱 有些東西 可以直接 呼叫一些函數算出來 但是這個 它的 確實更負面 是有理解的 Any question? 今天有沒有不清楚的地方 那我先停止錄影 我先停止錄影